各位童年,神探福爾摩斯居然是連環殺人犯? 冷靜點,原來是一個與神探福爾摩斯 生於同一個年代,並且同名的連環殺人犯 H.H.福爾摩斯 H.H.福爾摩斯的厲害之處 就是在發生了大約230宗命案後 才被承之於法 而證據確鑿可被入罪的只有27宗 真厲害 H.H.福爾摩斯的本業是醫生 所以擁有豐富醫學和解剖知識 爽心病狂的他,看進了1893年 在美國芝加哥舉辦的萬國博覽會 並開辦了一間殺人旅館,Murder Castle 內裡設計如迷宮,通道坐中複雜 足足有51條走廊 他鍾情於金髮尾類,於是將他們籌於禁室 性侵後再用毒氣殺海 屍體就會運送到地下室的焚化爐 以為師滅跡 他更為員工買重保險 再偽造成意外死亡 以賺取可觀的保險金 完全是個有預謀,深思有細密的心理變態 H.H.福爾摩斯的殺人經歷 不單被寫成小說,白成惡魔 The Devil in the White City 亦被翻拍成美劇,美國恐怖故事 American Horror Story 的第五季,女館 H.H.影星Leonardo DiCaprio 亦買了版權,準備開拍電視劇 他更會與著名大導演Martin Scorsese 共同擔任監製 至於Leonardo會否演出《福爾摩斯一角》 就至今仍未公佈 想看Leonardo做殺人犯的粉絲們 不妨期待一下 字幕提供 水平 和字幕提供 不妨期待 請追集 感谢观看